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第三天民众骂得更凶 而且轰得更多了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台风真的太强了 人家电塔就倒了怎么办嘛 和平电厂的电塔被吹倒了 限电当然势必的方法 但是限电真的有用吗 不限电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民众骂爆了 很多民众去公家机关的时候说 下午最热的时候就是一点到三点 你把我的冷气关掉我怎么办 而且头盖部在热 说热的我说不要不要的啦 在办事情在等的时候 都要发烧都要中暑了 民众狂骂说根本就没有省到 而且但是最惨的是什么 现在限电已经做了 那么限电之后真的有达到效果吗 限电之后的用电量还增加了 而最糟糕的是有可能会民生限电 这是大家最害怕的事情 可能会轮流明天这个民生限电 可能是供电量红灯被批评 这是最糟的一次民生限电 那么另外要讨论的是政治话题部分了 来看看政治消息 有关吴敦毅8月20号上任之后 该怎么样布局 悬赞呢 他要朱立伦去台南选 人家朱立伦根本就不太想去啦 昨天朱无心结 这正式又浮上台面了 今天还有后续喔 谁要去选高雄市 今天浮出了一个人 他叫韩国瑜 你还记得韩国瑜啊 他讲话非常铿锵有力 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一战成名 外传有可能要去选高雄市的市长 看起来如果是真的是得到重用了 但是他自己说他天人交战 因为之前选输了 所以等一下他有没有机会去选高雄市市长 挑战高雄市长 等一下来讨论 还有包括了国民党方面 现在要 是什么事情呢 国民党方面现在传出了这个话题 之前清理党产三中中影出状况了 现在连出售中广 检调单位现在也要开始查 现在又要烧到谁 前总统马英九又要被烧到 又要被卷进去了吗 中广这个原本是这么值钱的党产 都是在精华地段 但是只用了57亿双卖给赵绍康啊 这个问题很大了 因为赵绍康不但只要先付10亿 这个10亿当中到底钱全部付清了没有 现在还不知道 竟然被查出来是用中广的盈余来买中广 如果是真的就太离谱了 马英九前国民党党主席是否涉及到了背信 我们稍后都要来一一讨论的 先介绍今天特别来宾 欢迎时代力量力委徐永明 徐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郑市伟 大家好 自身梅田康仁俊 乔老大好 自身梅田王世奇 大家好 民进党中市党部执委陈宇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台电人员也来到现场了 他是台电工会的福利处处长 黄建瑜 主持人好 全国观众大家好 等一下都会一一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 一开始看看真是热翻天了 前天行政院医生令下发了一份公文 大家都要照着做 各公家机关下午一点到三点 是不能开冷气的 而且只要为期两个礼拜 民众骂骂得很凶 但是各县市政府真的全部都乖乖的吗 反应当然不一样 有线电是一定要的 但是有的县市政府乖乖配合 也有人反对的 昨天我们看到柯P就开炮了 他说阿桑躲到哪里去啊 来看看 电日当头行人汗流浃背 在室内公务人员一样汗如雨下 大型电风扇打转吹办公室 小台电风扇吹自己 但这些都还不够 扇子拼命山崖山 原来一切都是为了行政院的节电措施 点到三点把空调关掉 问题是你要叫大家躲去哪里 所以我们要规定 我说我们就28度嘛 冷气该开还是开 我说命令要reason 要合理嘛 那个太奇怪的命令 台北市长柯文哲带头喊奇怪 因为政府14个部门 1400台冷气 每小时耗电5600度电 省电两小时 只能省下11200度电 换算被载容量率只有0.03% 难怪柯文哲无法理解 冲出去的温度回来已经到29度了 表示市长室那边的温度 应该有29度 柯文哲不甩中央命令 北市府中央空调维持在28度左右 还有工程人员随时监控办公室温度 就怕冷气不够凉影响办公效率 不过走一趟市府洽工的民众 还是觉得室内有够热 有黏黏的这样 对 就是中庭这个地方好像比较闷 觉得很热 然后可能会比较浮躁 对会比较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处理工事这样 政府希望工部门带头省电 但柯文哲和中央唱反调 为了开不开冷气又再次隔空交货 我觉得宇宙超级莫名其妙的柯文哲 三地新闻杨晨婷 叶婷 台北部老 好 说这个限电超级莫名其妙 但是现在说审办 这个限电审半天 但是到底有没有省到 结果恰功的民众 一个骂的鼻子还要更大声 我们带你看看绿营的县市 配合关冷气 确实也是有人配合的 公仆民众说 这真的是折磨人 这几天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先请这个薛老师告诉大家 其实像今天立法院 其实冷气几乎是全关 那灯大概就开一半而已 所以虽然有送风的效果 可是你知道 有一些办公室 其实它是在这个 比较封闭的大楼里面 那如果又加上有太阳晒的话 那其实在里面可能会有点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 这个事情让人家觉得 好像有点急就张的感觉 好像就因为一个电塔倒了 所以当时原本的规划 现在遇到一些困难 可是我的感觉是 其实不论是行政院或台电这边 其实应该是原本就应该有个配套措施 就是如果遇到一些状况 其实不只是电塔倒的问题 比如发电机组如果故障 以我们目前的情况 这个所谓被载容量 可能都会掉到6% 也就是到橘灯那边去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应该有一套在这边等着 而不是说因为电塔倒了 立刻讲说 那一点到三点 不要开冷气 昨天我们院长出来说 那干脆从11点开始好了 11点就开始啦 不是一点到三点 或是提早到12点 我意思说 当然政府要有个态度啦 让人家觉得说 公务员跟大家一起苦民说苦 所以 可是我意思说 是不是有一些更有效的方式 今天大家都在质疑的 就是说 昨天开始这样办 可是那个 好像用电高峰的时候 还比前天 当然前天比较凉啦 昨天比较热 明天可能会更热 所以行政院就很紧张了 担心明天就真的会有限电的困难在那里 可是我意思说 是不是应该有一套 比如说 除了关冷气之外 上半时间可不可以弹性 那是 哪些时候 哪些地方 其实冷气应该关 比如说 真的是很多人 聚集在一起 如果民众要来洽工 办公的地方 这些冷气 是不是应该还某种程度维持着 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应该有些区分 你就看 很多这个县市长反应就不一样 比如朱利文就说 他们本来就是有 系统应改变啦 晚上是做成冰 所以白天吹的时候 其实不是在开冷气 那柯文哲说 没有 我是28度 所以地方政府如果不配合 我觉得这个成效可能会有问题 那第二个是说 那好像有点急就张 那第三个当然 有没有省到电 大家还在问的时候 这个不方便的情况 对民众造成困扰的情况 已经产生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可能因为那个临时电塔 盖起来可能还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还要十天的时间 所以我会觉得说 行政院应该从这个过程里面 取到一些教训 就是说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方案 就准备在那里 其实很多人骂都很凶 甚至有些人说 那难道是中央长官 是热到脑残了吧 我不知道看在这个国民党的眼中 到底这个做法 有没有修正的空间呢 我想这就所谓 将帅无人泪死三军 你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你跟老百姓讲什么 就算合一合二合三都没有用 也不会缺电 那个时候要盖核四的时候 讲说马英九政府 就是为了要盖核四 然后欺骗民众讲说 这个电有缺 事实上你执政了一年多 从去年的时候 张景时政务委员就告诉大家 讲什么 讲说要穿短裤 要穿短袖的 甚至于还要讲说 穿凉鞋 你今天去年还讲什么 讲说你到百货公司去 然后大家不要在家里面 然后尽量往这个百货公司 或卖场去 那现在呢 今天虽然说 大家会觉得讲说 是要共体时间 公务人员他要起带头的作用 但是美其民是这样子 可是就如同刚刚徐委员讲的 你相关的配套在哪里 你现在已经执政一年多 你不是刚执政 你已经执政一年多 你相关的一个配套 因应的一个配套在哪里 今天我们不要怪台电人员 如果说你民进党 你的一个政策 你是非核家园 那你告诉民众讲说 国民党政府那个时候 缺电是假的 那现在你执政一年多 你告诉我 这一年多你有发现 国民党政府藏电藏在哪里 今天一个电塔倒了 只有一个台风 倒了之后 好你用这一个配套措施 我不管 讲说它对与不对 如同刚刚徐委员所说的 你是不是一定 应要在1.3点 你是不是 昨天也有人讲 你是不是能够试点的时候 就让公务人员提早下班 搞不好 大家还会给你拍拍手 但是你现在在最热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虽然说冬天会有心血管的疾病 但是你在忽冷忽热 很热是热死人 如果说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 他在这个室内跟室外的一个温差 极度的这个落差底下 有时候会造成 如果说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 那你政府你要不要负担 其实很多医生就已经提出警告 医生说这小心会热中暑 或是衰急的状况 每到下午这两天 很奇妙的一个状况 每到下午3点钟 办公室里面一片的欢声雷动 我想不是说你现在电台倒塌了 然后你才讲说希望大家供提时间 也有公务人员讲啊 国家才占出了问题 然后你年金改革 你就砍我公务人员 现在电不够了 你想不出相关的配套 你又不要重启这一个核电 然后甚至于那个大零电厂 或者是大台电厂 这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 来不及并联发电 然后你现在好 又要叫公务人员配合 我就讲美其名 都是这些公务人员 A副主委我到底是招谁惹谁 我们有最新消息来了 来看一下 我们的镜头来这边看一下 民进党今天召开中常会 不过为了响应政府节电政策 人家蔡英文也要忍受 这么热这么热的温度 因为她说大家供提时间 这个电台倒掉了 大家一定要供提时间的 中央党部三层楼都不开冷气 一名党工以身实验中常会的会议室 人家真的去中常会的会议室里面体验一下 是不是人家都没有开冷气 你有偷开 真的像烤炉一样 如果挤到中常委跟民进党一级主管之后 温度会更高的 根据透露蔡英文 她怕冷不怕热 经常大热天还穿外套 所以这个报道上面说 所以这样的温度对她来说 她觉得可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小婉 你可以接受 那你有没有问问其他的老百姓 他可不可以接受 就如同柯文哲市长讲的 我为什么要配合 事实上节能减碳不是现在在做 十几年前节能减碳就已经在做了 新北市政府除了过去的一个节能减碳 我们第一步骤把这一个 所有的灯管变成T5灯管之外 另外的新北市政府在这几年 他也用智慧节能 他能源转换 他在夜间的时候 用电量不高的时候 他就在地下室 他要做制冰的 等到中午的时候 然后他就把空调关掉 然后把这个制冰的一个冰水 然后输送到各楼层 让大家没有感觉到讲说 你把中央空调关掉 这个就是在未雨绸缪 你政府你不要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发生的事情你才讲说 我今天带头作用 然后大家要给我掌声 人民选你 不是讲说你要共体制 人民选你就是你必须要 好天要存给你 所以换句话说限电是要啦 但是你要有一些方法 我相信很多的公家机关 从马英九政府时代 他已经把这个空调 就调在26度左右了 那你今天26度到28度 好啦 昨天台电统计出来了 你昨天在这个措施第一天 那你有省到电吗 没有省到电啊 反而更多啊 昨天在讨论的时候 就算能够省 你也省0.03而已 那我们的被载容量 现在已经剩2%多了 我今天还是讲说 这个是我们的民生用电 那如果企业呢 我们的半导体科技产业呢 像张中盟讲说 他自己也盖电厂 是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美台在台 美国在台商会 他就有研究报告指出 你只要停电0.1秒钟 你对于我们的科技产业 整个的一个生产线上 那是损伤有多大 好啦 这是副主委的看法 他愚容的怎么看 我想我刚才从党中央出来 到这边录影 那我出来的时候 我们12点钟就是灯全部关掉 冷气也关掉 那我想节能减碳 最好的方法就是穿短袖 在这个天气 那我今天过来的时候 也不觉得说特别的热 那是说党主席不怕热 难道党工也不怕热 我是真的觉得 你要节能减碳 那就是从自己做起 那我们中央党部也确实 灯跟冷气都关掉 那我想这个节能的政策 也不要太政治化 就是和平电厂倒了 其实它是配电跟输电的问题 我想我们有必要在这边解释清楚 并不是供电的问题 那最后 其实我们也是认为说 从公务员1点到3点 这个不开冷气 其实有示范的作用 刚刚世伟哥有讲 是针对公务员这部分 其实不全然 因为我们当然非常感谢 公务员的配合 但是我想民众 甚至到我们中央党部 我们都非常响应 那也是认为说 其实1点到这3点之间 如果用电风扇 还是穿短袖 其实都还好 都不会到说很炎热的状况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感受的问题 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未来如果遇到相关的 这个应变条件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行政院 可以有更充足的经验 然后可以让民众在沟通上面 可以有更好的沟通的管道 那另外我想 昨天谢前院长也说 就是非核家园 是民进党一直以来的价值 我想跟节能减碳 要扯到说非核家园 不可行 我想这个是朝野共同的共识 所以我们也呼吁国民党 也不要在这个议题上面 然后扯后腿 OK 可是接下来到底 大家都在骂翻天 骂声一片 但是我们的政府 到底该怎么做 来看一下 其实新北市长朱立伦 今天有回应了 他表示 他说节能不能只靠 公家机关下午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把冷气给关掉 他的意思是说 关冷气是不能解决问题 那时期怎么看呢 关冷气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 是短暂解决问题 那么政府接下来该怎么办 节能本来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就算和平电塔没有倒塌 过去几年来 我们也都在都在推这个节能 要节电 否则台电也不需要 从这么多年前就开始 不是同一季 如果你今年用的比去年的电少 少的幅度多少 你就可以获得奖励 这些都是在鼓励民众在节电 所以节电这个事情 一点都没有错 刚刚这个市委 一开始就犯了两大致命性的错误 他站在一个错误的资讯上面 做评论 怎么会错误呢 你听我讲 因为他站在一个错误的讯息上面 做评论 所以接下来就是投错了 申就错 为什么我说他犯两大错误 第一个是说 这跟核能有个什么关系 它是输配电的问题 不是发电总量的问题 也就是有网友形容 你的电线 电线坏掉了 你一直怪插头 你是怪 怪哪门子 这就是这个问题 它就是因为输配系统 出了问题发电了 你传送不出来 所以你在那边一直讲核能 我不知道你是 你是那个前因后果没搞清楚 第二 你推演到极致 什么冬天有心血管 这个天气太冷了 所以人家心血管不好的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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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然后夏天 天气太热也是 两个小时的 两个小时的冷气关掉 没有限制你说 你什么都不准做 你不准煽风 你不准吹电风扇 没有这回事 公家机关 带头做捷电这件事情 我倒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只是每一个政府机关 他们的状况不太一样 有些限制政府说 可是我一点到三点 真的恰功名用很多 那人来很多的时候 怎么办呢 有没有其他应变方法 还是有嘛 譬如说我们看到新北 他不是自己就有一个 节能的系统吗 用冰块嘛 对不对 那桃园用什么方法呢 桃园就把温度从28度调 26调到28 再从28调到30 于是他们昨天 阶段性的 对 于是他们昨天就节电了 6%到9% 所以节能这件事情 有没有效 有效嘛 那所以回过头来 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得 往这个方向去做 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他也不 中央政府也没有叫你说 我告诉你 这一辈子以后的 一点到三点 你都不准吹冷气 两个礼拜 没有这样嘛 他现在就是在抢 把这个电塔 给修复完成了 输配的系统解决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恢复了一个 比较稳定的 比较安全的供电系统 那这件事情 有什么错误呢 日本31之后的 大概半年吧 我去了一趟日本 各大公共的场所 就是什么JR站 捷运站 都有一个大型的 大刊板 比人还高 然后就告诉你说 今日发电总量多少 然后现在 已经用了多少 就是每一个公共的场合 他都告诉所有民众 今日的电力供给状况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大家 全民一起来接电 他就不只是 从公家机关 他就是让每一个人 都提醒自己说 那我们今天 是不是应该要 再更努力一点 然后让这个 这个 这个电力的供输 可以更稳定一点 更安全一点 这个是天灾嘛 那所以我不知道说 大家现在 国民党 这个骂成这个样子的 目的是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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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共体时间 对不对 当然应该啊 因为电不会说 好 我今天只给 民进党的用电 然后不给 国民党用电 不是 这是全民碰到的事情 至于徐永明委员 刚刚提到说 政府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配套 等等 我看起来 现在的政府 他从公家机关 带头先做节电之后 他也做了 譬如说 大卖场 譬如说那些商家 就是电不要 就是冷气不要外泄 他也严格在执行 这件事情 所以他有没有一些配套 看起来是有的 我觉得这双政府 可以检讨的事情是说 在往绿能推动的过程上面 我们的输配系统 是不是不要再这么的集中化 因为我们输配电的位置 就在东方 南方 这个西方 各聚一方 那所以 当做这个绿能的时候 比较能够区域型的发电的时候 你的输配电系统 就用区域的规模去思考 就不会说 和平电厂倒了之后 然后我们所有的输配系统 我们大家都得 都得这样忍受 沿着 他如果是小区域的供输的话 他会减少这样子的风险 我觉得这倒是 中央政府可以思考 OK 刚时期点出来 我就是思维 两大错误 有关这个眼睛瞪很大 有没有要先回应个 我必须要讲 不是讲说 你只有输电 这个和平电厂 你讲说他电厂倒了 你说他电输不出来 事实上他只有4%的电 如果说你今天 民进党的一个政府的主张 你不是说非核家园的话 那今天你核一厂 核二厂 他的165万千瓦 他还是可以用的 对不对 但是今天你要 你的一个政策是什么样子 你会导致 今天如果和平电厂不倒的话 那今天你电有足够吗 我相信剩下2% 倍转容量是不够的 那大家会担心吗 大家会担心 那你今天又出了一个状况 好了 那你今天一个电塔倒了 那一个台风 好了 那如果下次又来一个台风 又倒了一个电塔 那怎么办 对不对 你还是要告诉我们 你的配套在哪里 那你今天决定 一点到三点 这个方向是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 从一天 失失了之后 民怨这么多 那你是不是可以 再去思考一下 如果说你执意要这样子 刚刚徐永明委员讲了 昨天也有人讲 是不是你可以把这一点 三点最热的时段 你给它改到四点到五点 或者是提到下面 都OK嘛 我相信节电的方式 有很多种 但是非得要让人民老百姓 去受苦吗 我想针对世伟哥这番言论 我们还是要最后补充 其实公家机关 带头做示范的作用 我们都很感谢 这些公务人员的配合 那其实民进党中央 也是依照这个政策 在做执行 所以我们也是今天中午 就开始关冷器也关灯 那最后我想补充的是 电力吃紧其实是短暂的问题 那不要扯到说非核家园 因为非核家园是我们长期的政策 那在2002年的时候 其实朝野协商是共同的成果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是有一个共识 那在维持这个共识 再继续努力 那我们另外也提到 谢全院长也说了 韩国也决定走向脱核 那所以台湾非核家园 其实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 否则不会世界的潮流 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最后 人家说台湾人要拚这么赢 所以说我们现在民进党 也示范走在最前面 那我们党工 中央党部也从领头羊 那带头做起 那党工当然我想 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意见 但是其实在温度上面这个状况 我想我自己在里面 长时间的工作 其实穿短袖真的还好啦 那个余温还是可以 维持到一两个小时 对 穿短袖应该还OK啦 真的还OK啦 为了我们的电力 其实可以忍受一下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限电问题 民生问题 现在扯到了政治 扯到了非核的问题 任俊哥 其实我觉得每一年 到六月份 七月份 本来就是我们用电的 这个比较紧缩的这个时间 即便今天 今天大家就会讨论是因为说 和平电台 那个电台给倒了之后 认为说它的电 没有办法输过来 那当然这里面 刚刚比如说时琪有提到的说 我们现在其实有所谓 东电西送或南电北送的问题 它其实凸显出来 就是我们可能在北部的地区里面 确实我们在电的 这个所谓的来源的取得上面 我们确实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必须要从 其他的地方来送电 那也因为这个电台倒了 现在讲说是个电的部分 没办法过来 所以北部有这个所谓的 缺电的这个危机 所以看起来呢 大家会关心的就是 北部的这些公家单位 有没有配合这个办理 那南部的似乎感觉上 如果是这样子 南部东部应该比较不缺电 因为它的这个电的部分在 所以他们就比较没有要 按照这个来做 可是我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 当时的五月三十号传出台湾有这个限电 这个也可能会有这个用电上面危机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叫张景森 他就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说不然这样子好了 大卖场因为一点到三点比较没有人 所以干脆那个时候大家休息好了 就不要到大卖场去了 对 所以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那大卖场崩了吧 对对 一样是一点到三点 那到今年的时候呢 现在改说那大卖场呢 他讲说可以去这个外面走一走 但是换公家机关一点到三点 你不要开这个冷气好了 所以我其实这样讲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 我们自己大家自己有在用电 我想这边有电的专家在 以前我家的用电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想说 很热的不要开热了耗电 所以通常都是热热热到一个受不了的时候 才把电给打开 就后来发现我们家电费其实真的很高 那后来呢有人就告诉我说 看一句你的大白痴 你想想看你很热很热的时候 你把冷气打开一定特别耗电 因为你会做一件事情 冷气看到最强 对那我们大家都在讲说 你只要每降低一度 你只要每降低一度电 那个一度的这个冷气 就是那个温度 你就可以省掉多少的这个电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改了你知道吗 我后来就发现到 我其实就在平常的时候 温度我也不要维持很高 我也很低 我比如说我就开个28度或27度 那我整天都让它维持下来 那你会说你整天开冷气 就是整天都一直开着 对但是问题是 第一个我的家里其实是很凉爽的 第二个我的电费其实并没有比我 说什么很热的时候我把它打开 你知道因为那个开了之后 因为我家还住顶楼你知道 对对对 我开了之后呢 我开整晚我的天哪还是热的 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 就是您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讲说 公务人员到三点的时候 欢声雷动 你光想一个概念就好 今天公务人员他的上下班的时间 他基本上有些大概就是 五点多六点钟下班了嘛 所以当你到三点让他开冷气的时候 因为他前面很热 所以他一定把那个温度打得很低 对 那等到他吹凉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们下班啊 冷气关掉 那你告诉我这个冷气 他真的节能在什么地方 这真的是一个还蛮尴尬的问题 然后今天报纸有报道啊 其实柯P就说 我们是要躲到哪里去 那其他像南投县政府说不合理啦 那另外苗栗县跟基隆市 这两个县市政府说 我们没有收到公文哦 不好意思 我们树南从命 不好意思 好 另外宜兰县说供体时间 我要问一下专家了 今天这个标题让我觉得还 觉得蛮震惊的 节电首日 尖锋用电 为什么不减反增加呢 第一天成效如何 后来根据了官网资讯显示 原来哦 用电尖锋时间 昨天哦 下午出现了3299.7万千瓦 比前一天还要来增加 为什么 为什么限电反而还增加 没有 专家讲之前 我先补一下好了 其实为什么一点到三点 各位看一下台电灯号网站 你就可以发现 它的用电尖锋 对 就是一点到三点 其实就是要避掉这个尖锋 对 那你看之前跟之后 其实都往下 所以很多人讲说会限电 就算真的产生限电 也是一点到三点那个时候 因为你之后 你的被载容量 就是余裕就会非常多 所以这一点到三点 就变成一个 所以我那时候提的是说 昨天会比较高 比前天高一定的 因为前天比较凉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是不是政府很多活动 比如说一点到三点的时候 除了办公室不开冷气之外 因为像前天有那种 这个环保署 竟然在开公厅会是一点 其实这个你就可以把 移到三点再开 你可以移到三点以后再开 你知道五十几个人 在公厅会场合 不开冷气 全部热死了 根本就没办法讨论 其实大家可能都需要去做一些 调配的 或是你可以公告说 某些办公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就不要办公 休息 然后民众如果要办公 比如说下班的时间往后延 当然这也需要公务员配合 可是就像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曲线一样 你到下班时间 四五点以后 其实它的那个 备载容量就变得很宽 对 就是说表示那时候 你其实是有多余的电在那里 好到底该有哪些配套措施 还有刚刚讲到的 大家最怕的是什么 你已经限电了 而且今天要限两个礼拜 有可能最糟糕的 大家不想发生的事情 就会发生吗 民生限电 有没有可能真的 大家轮流民生限电 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欢迎回来今天的前情新台湾 到底限电是该限电 还是不该限电呢 来看看这个部长怎么说啦 泥沙风灾电塔倒塌才限电 这是天灾造成的 先来听一下 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 这个风灾所造成的 那是一个特殊状况 而并不是表示 我们的这个电力工业是不稳的 经济部件已经通令所属 所有的单位 那从接下来两个周里面 刚讲一点到三点的时候 必须要停用冷气 有个冷气可能送风 天灾造成的 但是我们大家的问题是 天灾不是只有一年而已 接下来好几年 还是会有很多天灾 更何况是今年可不止止来这个天灾 那下一个台风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今天可怕的消息是有可能会 用电不减反征 而且可能会民生限电 真的有可能会这样吗 跟大家报告了 事实上我们科匹科市长说 他不关 所以但是我又从技术层面 因为在急诊室他是专家 可是电力的部分 我要请问如果不关会怎么样 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 不关会怎么样 因为我长期在台电工作 不关我跟各位报告 你不关以后 可能大家同时把用电负荷增加上来 当供给跟负载失衡的时候 他会把整个系统拖垮 拖垮的情况最严重最严重 就是全台大停电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民国88年那个729大停电 也是南部一个铁塔 因为整个那个山区土石流 整个电塔倒掉了 倒掉以后南电没办法北送 结果那个供给跟负载 在很短的时间失衡情况之下 全台大停电 那大家想 如果今天像科匹科市长讲的 他不关 新北市也可以不关 台中也不关 彰化全国都不关的情况之下 大家一样电开关希望 切下去就有电 可是台电的发电确实 我们在最大那个 尖锋负载的情况 可以提供3656千瓦 那个万瓦千瓦的电 然后让大家去使用 可是如果当我们的负载 超过这个3600的时候 3700 我们的 大家都知道 台电的那个供电的频率 是60赫兹 它可能会摆档 会到59.5 然后再来60.5 再来59.4 再来60点多多 一直摆档下去 摆到后来的时候 这样摆档讲得我好紧张 所以我现在就严重性在这边 我为什么说 我没有说它不对 因为在我刚刚讲 它在艺术方 它是专家 可是在电的部分 它可能技术上很多东西没有考虑到 包括这次的台风 我们看到的一个铁塔 大家问说一个铁塔 为什么要盖两个礼拜 因为你看看 就我们 第一线的工程人员 你要把这些材料 运到山区里面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 那个铁塔刚好是和平电厂出口 送到我们东山超高压变电所之间 那个距离是52公里 52公里 52公里 然后它那个深山里面 它距离我们东山超高压变电所 有22公里 所以相对的 它从我们的和平民营电厂出来 到那边有30公里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你知道吗 连路都没有 然后大家看 很简单 一个铁塔 进会地 和不食肉鸣 就很简单 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 那个东西 都要直升机吊挂进去 我跟各位报告 那个铁塔 那个铁塔 大概80到120公吨重 然后它的钢材 尤其在基座的部分 基座一个钢材 600公斤 哪一个人扛得动 一定要车辆 一定要直升机吊挂 那你在这种路不通 你要叫台电去想修 很简单 你就明天修好 我也会讲 出嘴巴我也会 问题是你做不到 那我跟大家看到这个铁塔 是 60公尺的高 60公尺高 要多少 刚刚讲 120公吨 然后大概要 一两百根的 一根一根把它组合上去 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 以维修这样一个铁塔 大概要花多少人力 因为人力当然是越多越好 可是问题是 你那个山区那么远的距离 你车辆不同的情况 是这样 你人力要跋涉进去 甚至有些要做直升机进去 所以现在 我刚刚讲的 就是两个礼拜 为什么我先解释会这样子 那另外 会不会停电 因为 你刚刚说 如果真的不限电的话 有可能会全台湾大停电 对 我现在不是恐吓大家 在技术上 因为我相信在座很多观众里面 有教授的 电机方面的教授 学者 我这样讲 你当负载跟供给失衡的时候 那个把我们的负载 把我们的那个发电厂扯下来的时候 像骨牌效应一样 一个倒一个 一直倒 从南到北 或是从北到南一直倒下去 那那时候要救 当然我也很希望说 充足的电力 可是我目前现在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供给跟需求跟负载 已经有点失衡了 那种失衡现在已经就是在 走在钢索上面 有点零界点 那如果说 当然今天可以很稳定 很充足的电力 我也希望啊 台湾这几十年下来 台电的贡献是什么 就是大家回到家里面很方便 开关一切就有了嘛 冷气开关一开就有了嘛 那刚刚很多我们来宾也讲到 那个技术冷 那个你的空调设置的部分 当然你如果在夏天 外面四位是34度 你要把它降到22度 当然它持续压缩机 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它就很耗电 可是如果你把它设定在28度 或者是27度 它降个温度 可能降个6度 它相对的 它压缩机动的时间就没有那么长 所以相对的 它就比较不会耗电 那现在公家机关 从礼拜一开始 这个公家机关整个都限电嘛 是下午1点钟开始 整个一下就关掉吗 对 对啊 现在的政策不是这样子 就是不开冷气 就没有之前先开个通风 但是就中央空调系统来讲 它的水塔 其实还是维持在运作 那只是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冷气并没有把它打开 可是各个 这个地方政府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它很多 不是直接把冷气给关掉 有的 我刚刚讲 像桃园它就是提高到28到30度之类的嘛 所以都在往节能这个方向上面去做 可是中央政府给人家的公文是讲说 你一点到三点 你就是要把冷气关掉 不是讲说你温度调高而已哦 不是哦 它是叫你全部都要关掉哦 你看到公文哦 昨天大家都很清楚 跟媒体报道都很清楚嘛 立法院你问委员啊 我告诉你 为什么立法院昨天就整个都关掉 各级单位各级政府都要你尽量的往节能这个方向去做 它不会告诉你说如果你一点到三点偷开冷气的话 我就给予任何的处罚 昨天的一个这个命令 所以麻烦 中央政府的一个命令 你应该要站在事实的基础上面去做评论 如果你没有办法站在事实的基础上面做评论的话 所以说柯文哲市长才跟你讲说 我干嘛要关 在社会上面的公信力 那新北市政府才讲说 我们原本一点三点 我们就已经把中央空调关掉 它是有相关的智慧节能的一个配套 但是你今天中央政府 你知道那谁做的吗 那苏贞昌做的哦 这个是朱立伦做的 这不是苏贞昌做的 苏贞昌那个时候在做台北现场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在做节能减碳 节能减碳是从周徐伟任内开始做的 好 节能减碳 不管怎么样 不管它草翻天 但节能减碳是一个必走的一个过程 那任俊哥呢 任俊哥怎么说 其实我讲说就是要节能的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在做 之前马总统他们也都做嘛 就开始穿短袖 甚至讲说他的办公室里面也没有开冷气 我记得那时候那个争论节目还都有人讨论说什么 对 你没有自己开 你是别人帮你开什么 我觉得那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些讨论状态 可是我回到刚刚专家所提到 他其实刚刚讲到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的供电的需求 跟我们的使用上面 确实是有一个紧绷的状态 非常紧绷 供需失衡 供需确实是失衡 还没有到失衡 就是说我记得你们用的是一个很紧绷的一个状态 一个铁塔倒了就会造成这种情形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单纯 只讲说我是一个输配电的一种的状态 所以比如说刚刚专家提到说 我们现在有这个所谓的限电的措施 那限电措施如果按照台电 他自己本身的那个电源不足时期 限制用电的办法 他其实也有一样的规定 就是说我如果真的已经开始到这个电力上面去 是必须要实施限电的时候 我可能对于工业用电的这个大户 我要先从5%的减少5%到15% 那第二阶段真的就是如果这块还不够的话 我就是对于某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民生用电 或者是小用电的部分呢 来进行这个所谓的部分的限电 那这个限电大概是每一次大概是50分钟左右 所以媒体在今天也有另外一个新的报导讲说 全台上千万的用户 其实已经被编成叫做CDEF4组 那这组里面呢 你来看一个编号你知道吗 因为你如果是C组的可能就会开始执行 那这个是媒体他自己这样子找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 我相信你今天早上有看到这个报导 很多人赶快去找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电背 到底编号是 对对到底是哪一个 但是我在这边我还是要问一下大家 其实有一个比较蠢的问题 我自己想问啦 因为刚刚其实很多民众都网友都会问说 可是这个限电虽然是一定要限的 但是这个也太蠢了吧 你挑一个在一天当中最热的一点到三点来限 我想要问一下各位来宾 你们觉得会蠢吗 会蠢的举手 限电本来就应该要在尖锋时间线 如果不在尖锋时间就没有那么大的供电压力 它为什么要限 所以当然是在尖锋时间线啊 或者是应该往前去一点点 可以往前去一点点吗 我们现在应跟果要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什么果 或者是什么果造成原因 今天是因为气候的高 包括我们每年台电的供电的 尖锋的那个月份 是每年六月到九月 大家知道暑假 学生放假在家里面开冷气 第二个天气热 那今天一整天24小时里面 哪一个时段最热 下午一点到三点 所以专家觉得就是要靠这个时间 那个是技术上的问题 不是说我们希望在那个时段线 那大家可以讨论啊 为什么要一点到三点 为什么不早上七点到九点 或者是晚上八点到十点 为什么要在中间 因为校温用不大 就是因为温度的问题 因为校温不大吗 因为在那个其他时段里面 我们台电的供电能力是够的 对啊 够大家去使用 可是在中午那个时段 如果说大家 我刚刚已经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你如果你的负载 超过你的供给的时候 会整个拖垮整个系统 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那那个损害 事实上更不可预期 更不可弥补 因为很多民众今天都在质疑说 你为什么要挑一天 最热一点到三点线呢 专家在这边线 就是英国啊 在这边说原因了 天气热导致这个结果 导致这个结果 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 包括我跟各位报告 事实上台电从这几年 不管是国民党政府 或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 我们都一直在自力推广这个节电 刚刚我们专 那个有那个来宾也讲到 我们 对 我本人 对 我们推那个 跟去年同期比 跟前年同期比 当你的电省掉多少的时候 我们台电还会折扣给人家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做争议会有这种 拜托你买少一点 你买的比去年少 我还优惠给你 有这种做争议方法吗 可是没有办法 真的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时间电价 所谓时间电价就是说 我们把一般的民众 他装那个智慧电表 像最近也在推那个智慧电表 为什么要装智慧电表 一般以前的电表是不会分 它只分这个时段 用了几度电 智慧电表它会分 尖峰 离峰 就是晚上的十点半 到隔天早上的七点半 因为台电 供电余裕 而且大家睡觉的睡觉 工厂也没有在做 所以发出来电够用 那那个时候 我们发电成本便宜 为什么便宜 因为我可能 我一些高单价的发电成本 包括细燃机 包括 比较高的发电成本的东西 我可以不要用 我可能用核能 或者是说比较 火力电厂 处长讲到了一些 有关技术层面的东西 今天有带一些设备来 有啊 这是我们平常在维护的工具 事实上大家也知道 电无色无味 但是 危不危险 危险 大家看到很多 那个YouTube的影片 摸下去全身就焦黑了 所以我们事实上 是拿命在做这项工作 但是事实上台电这几年 我们在公安的效率上也不错 因为公司提供我们很多 还有哪些东西 这个是安全帽 大家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影片 在抢修的时候 我们工程帽 这个它会 它会有绝缘的效果 还有这个 这个手套 我们在操作一些开关 包括用这个 那个操作棒 在操作开关的时候 我们就要戴上这个 那个手套 这种手套 你去摸高压电 事实上 它会隔绝在外面 隔绝效果 所以这就是 这是我们使用的工具 但是工具归工具 我们现在还是回归到我们现在今天的议题 因为电够不够用 大家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如果今天 如果说我们 另外一个思考 大家把电 单价 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的单价 电的单价 应该全世界算便宜的 不管是工业 不管是民生 又要扯到钱 尴尬了 对 当然啊 如果你今天把台湾的电价 一度电20块 我跟各位报告 绰绰有余 包括连中午 大家拜托大家用电 可是大家会有个问题产生 大家不敢用 那现在一度多少钱 2块多 现在一度电2块多 那慢慢会累进上去 所以这个电价 跟全世界来比的话 这不是也不是我们台电的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这个网路上 大家都Google的照 你去看看台湾的电价 跟东南亚的国家 中国大陆 日本 德国 德国电一度电10几块钱 台湾2块多 这个就是我们的差异啊 是 是这样子 所以市伟 一点到三点 人家说这个 真的是必须要限 小婉 我还是讲 我也请教专家 假设今天核一厂核二厂 一号机二号机 它165万千瓦 它也都有在并年发电 那今天和平电台 这个电台倒了 这差了这4% 有没有影响 就补的回来了 对啊 我跟各位报道 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讲 因为今天这个铁塔 今天你本身 你民进党政府的一个政策 你就是我不要核能 好啦 你不要核能 我也讲嘛 国民党也切了 那你相关的配套嘛 是没有错嘛 你现在还是有核电机组 在并联哦 现在几个 今天还是有核能厂 是安全的问题哦 我今天要跟他讲嘛 你不能说 你同样的 今天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一开始讲 你2014年 你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你讲说国民党政府 说缺电 是假的 你说要盖核四 是缺电 是这一个 要盖核四的 这个说辞 那你今天告诉我们 你已经执政一年多了嘛 我就讲 今天这一两天 大家都讲说 是因为那个电塔倒了 电送不出来 然后我们就讲 电不够用的原因嘛 那你电不够用的原因 你是不是能够 这边的来报 好啦 你同样 你大潭电厂 还有大零电厂 你那一些机组 因为来不及嘛 买乎嘛 啊算了 昨天还有委员讲说 马英九政府的时代都不错 市委还有一个问题 然后后来讲说 那个都他做的 我为了刚刚搞不清楚 就算退了一万步 国民党的要求 我今天讲哪白的啦 我们就把这个核电厂 我们今天要讲 重新运转 你执政的你的配套在哪里 可是核电厂的运转 你不能像社长平台 你本来讲的啦 说啊 台湾人哦 算到那儿 做到那儿 然后讲说要访核 要飞核家园 结果人家问他说 电在哪里 他说电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打脸 蔡英文政府 还是他讲真心话 我不晓得 他会有一定的程序 他还必须要经过 这个什么什么园人会 还要到立法院 也就是说 就算如国民党所说的 我们现在开核电 不会 原水救不了静火 他不会说 我没有希望 直接一开 但是你今天在做一个政策的时候 电就源源不择来 你要对老百姓负责 我不认为国民党这样讲 是负责人 我说实在啦 你要对老百姓负责 过去怎么样批评台电他们的 过去你们在野的时候 是怎么批评台电这些员工的 怎么批评台电员工 讲说员工 台电都亏损那么多 然后领了那么多的年终奖金 怎么样怎么样子 多少你们在野的时候 批评这些国营事业的员工怎么样子 那今天他们的辛苦面在哪里 你们现在有没有去想到 我是觉得市委不要太政治化了 我没有说政治化 过去你们怎么讲的 你们要负责啊 你不能说知道的时候 我批评 结果现在执政了 然后就讲说 你们都没有讲过了 有些实况是要讲 还是有核电的机主 现在并联发电 你现在有几个机主 不行是安全的考量 你就算真的要去处理它 你真的要去冒这个风险吗 我们现在的情况 是要拼那个三个小时的 那个尖锋用电那个时候 所以我才讲说 我提啊 我没有说 冒风险去年零前内阁还要重启啊 我把它讲完 我把它讲 把它讲说 最后如果避不得已的时候 还是要并脸 因为核电厂那个反应炉还是在 它其实还是在运作 只是没有并脸而已 对 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刚才讲的那些 为什么要拼那三个小时 拼那三个小时除了关冷气 有没有其他方法 所以我们在讲嘛 你要不要这三小时 很多重要活动 不要排在这个时候 对 比如说像今天民进党开中常会 我真的要提啦 中常会改傍晚开不行吗 你时间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个时候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公家机关不要只是说 我这三小时把冷气关掉 你也可以活动四点以后再开啊 很多活动 因为你过了三点以后 电绝对够用 我想专家在这里嘛 就是那三个小时 因为 那第二个 我们民生用电才占多少 百分之二十嘛 百分之八十是工业跟商业 那是不是跟一些大的公司 或是一些大的制造业 是不是晚上来工作 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采取怎样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谈的 那部分能省的电 搞不好还更多 所以要省电当然是要省啦 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 但是问题是该怎么省呢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配套措施 刚刚讲到非常非常多了 民生的限电议题 现在牵扯到政治 真的大家都讲没完了 你说你有理 我说我有理 好啦 大家一点到三点的时候 稍微限一下电 我们共体时间两个小时 对不对 两个小时过去 那或许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稍微做一下安排 调到其他的时间 让大家减少一下痛苦 休息一会了 等一下回来带你看的是 选战的相关话题 欢迎回来前进新台湾 来看看选战话题 国民党选战布局 现在传出有黑马 昨天吴敦义跟朱立伦 两个人的心结浮上台面了 但是吴敦义双北盘算 那么民进党方面 该如何来面对呢 我们看看吴敦义 其实昨天的时候 大家就说了 谁要来选高雄市长 有人问到 是不是你吴敦义 自己要去选高雄市长 那么昨天陈局还说 我们不像你们 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最后吴敦义说 我根本就没有意思 到底选高雄市长 那么后来又传出了 朱立伦要去选台南 但朱立伦也没有去选台南 那么现在高雄市市长 谁要选 好 今天服出了一个人 而且是国民党里头的黑马 是谁 他是韩国瑜 韩国瑜真的有可能出来 选高雄市长吗 国民党布局 我想针对于昨天 这一个苹果日报的 一个报道讲说 我们吴前副总统 要到高雄去参选 那吴总统他就有做说明了 然后他接受 苹果的一个专访 他也讲到了 他没有跟任何人 谈论这件事情 他也没有说过 类似所报道的一个话 那你今天讲说 又传出来讲说 韩国瑜 前总 这个北农的总经理 要到高雄去选 事实上 国民党本身的一个布局 一切要等到 吴敦毅副总统 他820 上任了之后 那我相信 在接续 各县市党部的主委 如果直选完了之后 然后才会启动 可是思维哥 我们今天看到报纸 韩国瑜选高雄市长 本来是问号 但是他自己的回答是 完全放空沉淀 还没有跟吴敦毅谈过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意愿 地方有期待 媒体在做评论 我们都尊重 但是他自己接受访问了 那党中央也都会参考 那未来 你县市首长 乃至于地方村里长的工作 他必须要经过 一套的初选机制 你说会征召 或者是说 到最后的人选定案是谁 我相信 都会各方的一个考量 可是韩国瑜今天说了一句话 还蛮复得玩味的 如果有需要他 他 也不排除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瑜怎么回答 这个是今天韩国瑜在传出 可能会参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 后来的一份最新报道 谈到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韩国瑜自己讲了 他上广播节目的时候 他自己说了 他说他一直都有在思考 不过目前没有被告知任务 在这个情况下 蒋太多会变成往自己脸上贴金 那么换句话想 如果他被告知这是个任务的话 他会不会就是披战袍出征呢 其实我昨天听到是吴敦一 我还有点觉得说 国民党真的下定决心 虽然说吴敦一是回锅 他之前告诉过高雄市长 可是至少主席亲征 最后逼着说朱立伦非得回台南不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奇 虽然说里面可能有党内政治操作 可是今天讲出韩国瑜 各位知道韩国瑜是新北市 他之前当议员当立委 那请问把他放到高雄 除了因为他在整个主席 这个选举过程里面表现亮眼之外 我想请问真的让人家觉得说 国民党真的想要好好经营高雄市 我不是对韩国瑜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是说当你这样讲 然后说没有吴敦一啦 也没有朱立伦啦 那你真的让人家觉得说 我国民党是真的想好好经营高雄市吗 是 对我为什么这样 因为刚才思维这样讲说 吴敦一真的要 我真的还是真的 真的很希望说 国民党说 国民党说有有有 我们真的有考虑过 主席也真的很想下去 你们主席也有没有要清真到哪里 我们主席今天已经讲了啦 对不对 他从来也没想过要选新北市了 这个访问的时候已经有讲了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新闻 刚刚讲到了韩国瑜 他应该是算新北市 你们觉得他应该是出来选选 对啊 如果他新北市 各位想想看 他这边也当议员当立委 对不对 整个经营都在这个地方 当然对于国民党 也新北市人选蛮多 可是我会觉得说 之前的新闻 我真的要劝国民党内部想 吴敦义下高雄不是一件坏事 可是你们这么早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是谣言 这没有不可能 然后是韩国瑜 你就会让一下 你副总统已经讲过啦 他是在2018他负责操盘的 他是党主席啊 他也讲过 他不会到地方去做 如果蔡英文那时候这样讲 没有去选新北市的话 你想想看 现在会有蔡总统吗 我想每个不一样 那个时候蔡英文 他并没有担任过总统副总统 民进党内市在那边讲说 台北市新北市 后来苏丹昌说我要选台北市 蔡英文就去选新北市 都有每个政党的一个考量 但是他的一个游戏规则 他必须要去做争议 你说韩国瑜 他虽然说是在北部深耕 但是他有没有机会 呼应南部的这个蓝军的一个要求 他到清真做一个出奇兵的一个方式 到南部去 有可能吗 这个我相信都可以评估 那您自己觉得 韩国瑜是比较适合新北市 还是比较适合高雄市 这个部分党中还没有预设人选 但是我相信地方的期待 我们都会列入考量 如果韩国瑜他选的是新北市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来看一下 独家风传媒的独家报导 英系游戏表态反对 赖清德北上阻隔 赖清德北上阻隔是无望咯 所以呢 所以赖清德要怎么样呢 会不会接受征召 往北部走 挑战新北市市长的宝座 那么如果韩国瑜真的去选新北市 是不是会对上赖清德呢 当然这是后续值得观察的 不过我们的时间到了 先休息一会儿了 等一下回来看其他的消息 有关三中的国民党党产问题 现在又越烧越旺了 而且今天又烧出一个大条的 有没有可能烧到马英九身上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